而耗18年培育出台湾本土独特品种的雅阁鸡 在有机环境下浮育,采用无抗养殖 以有机香草肆育,浸润下长大 而君达集团也就特别推出了雅阁鸡香草火锅料理 营养师现一方也亲自分享营养价值的好料理 君达休闲农场成立以来 创办了尹全球董事长全力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耗18年培育出台湾本土独特品种格雅鸡 在有机环境下浮育,采用无抗生素养殖 以有机香草肆育 青鸡下长大,此外张约美帝酒店秉持着 让消费者吃了健康,吃了安心的理念 致力于无独有机健康香草料理 允许品质优良在地小农有机食材 坚持以原味无添加养生健康的精神 研发出最美味有机健康安心格雅鸡香草火锅食材 营养师谢一芳也分享料理的健康价值 用香草养殖,所以它鸡胸肉不彩 那鸡胸肉最重要它里面含什么呢? 它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尤其是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长肌肉 现在大家最担心就是年纪大之后有肌少症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吃鸡肉 吃鸡肉里面它的氨基酸能够变成我们身体肌肉 再来就是肌肉里面的氨基酸能够增强免疫力 它有一个双态件 这个双态件对我们免疫力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像这次呢,新冠病毒之后 很多人都有气管方面的问题 胸部就是有那个肺部的问题 它发觉肌肉里面有种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呢,能够让我们的肌脂气管扩张 等于是天然的一些就是NAC 因为我们这次新冠肺炎之后 很多人都会吃一个叫NAC的药 事实上肌肉本身就有这个成分 所以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这次基酸还有一个特色 它跟一般的肌不一样 它比较多的ATP 那现在很多人说我要吃什么MMM 我说不用啦 你如果吃花莲的这支格亚基的话呢 就有ATP ATP就跟那个... 这个ATP就跟MMM一样 会让我们又年轻又漂亮又活力 这次基酸呢就有ATP 而且呢它是低脂肪,低胆不顺 所以想要预防心血管疾病人可以吃 如果说想要美容的人呢也可以吃 为什么呢 它里面蛋白质可以变成胶原蛋白 还有些人说我有骨质疏通症啊 我要补钙 错了 你除了补钙之外呢 一定要补充肌肉 因为鸡肉蛋白质它的胶原蛋白才会能够让你的骨骼更健康 前来品尝的消费者则是大赞格亚基相当火锅美味的好滋味 每一样的那个农民手中的青菜 还有我们的鸡蛋 还有我们的鸡肉 都是格尔基都是最棒的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 记得到花莲来的时候 还有我们花莲的乡亲 一定要来品尝一下哦 品尝我们的有机的 纯有机的鸡肉跟蔬菜 洋芋这边我们有推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格亚基 这个火锅拌自助午餐 那非常的棒 那我们我们一起有 这一次今天有来体验 真的是在吃到这些有机的食材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我觉得这锅鸡汤真的很厉害 汤头很好 它加了香草之后呢 我觉得味道更有特色 更鲜美 然后这个鸡呢 它的味道真的很甜美 然后它肉质很Q弹 很好吃 近代休闲农场董长颖纯彻表示 鸡肉是国人最重要的肉品来源 为了提供优质健康以及美味的肉品来源格亚基香草火锅 只是荣获这项评价二星奖 期盼表彰各项领域优秀的产品 提升正面影响力 致力于赞美具有极佳风味的产品和菜肴 记得继续节目到